来看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的异性人员特别好 而且身边有很多男生 走得特别近 我们两个总因为这个事 吵架闹分手 我的职业和异性接触 是避免不了的 她总是想太多 这让我很苦恼 她爱去酒吧 而且经常喝醉 我对这个事非常反感 而且她平时还爱追星 花钱大吵大叫 她平时比我花钱还要多 然后有时候还管我接钱 弄得我俩现在 有点积蓄都没有 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但是她一直推辞 甚至也不让我见她父母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为她走 她总是跟我提结婚 我一切都没准备好呢 她却总随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好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24岁来自吉林消瘦 有请张先生 王女士21岁来自吉林 舞蹈老师 来 有请王女士 欢迎两位 是你要来的是吧 对 她呢 就是最近身边异性特别多 总有一些异性 给她发微信打电话 有的时候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男生给她打电话 然后她就直接就挂了 有一次 我就把那号记住了 记住我就给那个男生打过去了 她就因为这个事就特别生气 然后那次吵架吵得特别狠 她就直接跟我说 我说那那就分手吧 我有喜欢的人了 直接就这样跟我说 然后每次我都哄她 她就说就是生气说的话 就说这都是气话 是气话吧 是 没有喜欢的人吧 没有 为啥这么大的气呢 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和我同事之间 因为我是一个学舞蹈的 她总是觉得我和谁 就是有一些就是亲密接触 其实没有 她是自己想的太多了 不是我想那多 她的一个异性朋友 然后去那个超市 给自己的女朋友买衣服 然后让她去帮着试 试完之后她回家之后 她另一堆衣服回来了 谁知道是那男的给你买的 还是你自己买的 女生自己爱买衣服很正常啊 对吧 我出去光级 我自己给自己买衣服很正常啊 咱俩在一起两年多 难道你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我信任你天天没事 你跟别人男生聊天 然后之后呢 我手机有的时候 我手机没电了 我用她的手机 我去订个美团 我订美团的时候 她始终是站我旁边 在她看着 我什么时候订完之后 赶紧把手机抢走了 就很怕我看到手机 多一分钟时间 就感觉像有什么秘密似的 你就说我想查你手机 我想看看里边什么那种 可以完全可以说 我对你是有信任 我原来有信任 但是你现在 你动不动就发微信 然后之后跟男生聊天 聊那么久 我还哪有信任 那你身边难道 就没有异性了吗 也有啊 对啊 那有我也没向你那么联系 联系很正常 那我联系是不是 到这里面先联系的 我有时候我拉着她 开车呢 然后来个电话 啪就摁了 我说你接呀 哎呀不接 她在工作的时候 从来不让我给她打电话 在工作室也不让我上去 就有一次冬天太冷了 然后我就上去看了 因为她跳舞的时候 我就看着跟她那个 她那舞伴 跳那亲密动的 搂搂搂搂的 我本身吧 我都搁上面呢 你当时我搭想吧 我觉得工作时间 是工作时间 我觉得你可以说 我就是跟舞伴跳舞 她也不是我一个人 去跳舞对吧 是我们整个团的 都在跳舞 行 你就不说人家工作了 因为人跳舞的嘛 你又是舞蹈 所谓的这个亲密 因为亲密 人家觉得就是正常动作 咱们不说这个 下班就动作了 我跟她说不辞职 我说你别干那个了 我喜欢这个行业 没有办法因为你辞职 有的时候吧 她跟她那个同事的关系 我感觉她在乎她同事 比在乎我都多 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呢 他们有一次 他们那个比赛 然后之后那个奖杯 全都优到我家去了 然后之后都是获到付款 全都优到我家去了 那个费用就将近2000多 那你是在乎这个费用吗 我不是说在乎费用 那你为啥不直接 优你单位去呢 优我家干啥呀 我作为一个队长 我给我的组员办法奖杯 他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都是 非常特别辛苦的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一箱一箱 我搬到楼上去 我多辛苦 我也跟你说了 我家里也没有人 也辛苦你点 我说你帮我搬到楼上去 我说获到付款 或者是我把这个钱 过两时间我给你 本身他下班就晚 还出去给你喝酒 跟他们那些同事 出去喝酒 这个我们就 一喝就喝很晚 然后说你说 我肯定得接他 他给我打电话接他 我接他呢 从来不让我跟他一起喝酒 然后喝多 有的时候就吐一车 有时候吐我一身 他呢还有点洁癖 非得让我手上干净了 把车都手上干净了 再送他回家 我就得上酒吧里边 上卫生间 一点点擦 手上干净了 再把他送家 送到家里边 四五点钟了 我早上我还得上班 我八点多就得上班 咱俩刚开始在一起 我就已经跟你说过 我说我会平常 做一些兼职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正是 努力的阶段 下班之后 做了一份兼职 在酒吧 做那个酒的促销 就是卖酒 我有很多的 这样的客户 我不得不跟别人喝 所以说他这个方面 也不是很理解我 他就觉得我去玩去了 其实我是去做 我该做的事情 我只想去 用我的努力 去挣这份钱 我不想让别人说 是一个男的养我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喝多完之后 有时候还丢东西 一丢东西完之后 我就得给他买 本身嘛 现在我这经济 情况就不大好 每月上班 我还得还车贷 然后本身嘛 他还不会存钱 大手大脚 有时候追星 看那个去上海 去看那个演唱会 前段时间看演唱会 连续去两次 两场都看 然后还买着那场 你要是带着我去也行 咱们一起 出去溜溜的一起去 还不带我去 就像躲着我似的 就这样 我是跟我妈妈去的 我也跟她说 照片我也给她发 我去的那天 是我跟我妈妈 还有我闺蜜 一起去的 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 她我就说 我说你俩要是 跟我妈妈第一次见面 是在外地 在演唱会那种场合 不是很好吧 而且我 我闺蜜也没有带男朋友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别来了 然后她到老也去了 我说没法跟我妈妈见面 我说这是外地 我说你要是 真的想见面的话 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和我妈妈见面 现在真的不合适 这票谁买的 她买的 那不就完了吗 你说人这干嘛 我就行的啥呢 去的话咱俩一起去 她就死活不带着我 我也是有点 那啥 怀疑是这个 就是她总说 是我花她钱 其实我没花过她什么钱 就是我喝多丢的东西 她给我买过 是买过 但是都是小 小岭小岁的 大的东西 我从来没用过她 你当时喜欢这男生什么呀 当时喜欢就是她的真实 对 她跟就是 挺多男生不一样 就她特别诚实 那她有没有那个 让你怀疑的什么异性往来 或者是这些呀 没有 就是她有的时候 也出去喝酒 但是她就跟我说喝同事 她也没说跟谁 我也没去再追问 因为我相信她 你是出于信任 是吧 你说的过去都很好 最近不好了是吗 就这些问题 就是最近爆发的 半年吧 那以前咋不这样的姑娘 为什么最近这半年变成这样了呢 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我从此之中没变过 只是她觉得不信任我了 她觉得我身边的异性多了 她可能不信任我 她觉得我外面可能有人了 她是这种想法 一年半之前 是没有这么多异性朋友的 是吗 原来打电话 最起码她接 现在打电话 有的时候 人家忙的时候 就直接给我挂了 就这样 就是她一次一次不信任 就让我很生气 所以我才不想让她看到 就是你们现在有人想分手吗 我想 但她不想 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呢 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 最起码连信任都没有了 就没有必要再下去了 所以女生是 甘不利索脆的那种类型 是吧 反正你不相信我了 我也不跟你解释了 别废话啰嗦 我走人得了 是这意思吧 那你为啥不分呢 你又不信任人家 产生那么多的怀疑 其实吧 就是一种习惯了 怎么在一起 我感觉就是 有点舍不得那种 舍不得 所以在你来说 你是希望能有一个结果的 是吧 看她这样 看她这样你也不想了 那人家跟你提出分手 你就分了呗 不是 我最近我感觉她有点变了 感觉真变了 对我这也没有那些热情 然后 就是那种感觉 男人那种感觉 就感觉她现在就已经不在乎了 明白了 那种感觉 人家说女人的第六感最准 其实男人的第六感呢 有时候也挺准的 所以小伙子是相信他的第六感 他觉得 哎呀 我被忽视了 我不被关注了 对吧 你是不是在外面真的有什么了 谈了两年的恋爱 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老师们怎么帮助你 我们来听一听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我红兄弟们的爱情 女朋友 女朋友 异性远好 又喜欢喝酒 作为男友 当然担心 因为这个畅想空间 太大了 甚至可能发生的后果 可能性太多了 作为一个女性 有男性喜欢你 喜欢和你接触 这不是你的错 关键是你的态度 你自己的定位 你们刚才的讲述当中 分明你对这样的异性 是来者不拒 所以男友 如果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还心眼大 那是没心眼 性能都不在了 却还要自己说服自己 却还要自己给自己找理由 这是很悲哀的 甚至以后 你可能会后悔的 谢谢 来 苏老师 他们俩今天的状态 我感觉就是在凑合着过了 因为我以为这个男生 这么看着他 这么管着他 是因为特别爱他 但刚才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不是因为习惯了吗 其实你也挺累的 你早就想放手 在聊到结婚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自己内心都在打鼓 因为你们之间的这种不信任 连你自己都知道 这实在是日后的一个雷区 只要一碰一定炸 而且我还特别可以给你笃定的说 这姑娘一定改不了 因为她才21岁 你所不喜欢的那些生活 恰恰是她现在最渴望的 你们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们已经不是一个人生阶段了 所以姑娘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追求你浪漫的惊喜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这分开对你们两个人来讲 未必不是一种最好的成全 因为你们渴望的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祝福彼此其实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曲总 其实交朋友是你自己的权利 也是你的自由 但是交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朋友应该交 在判断的过程中 就看你是否考虑他的因素 他在你心目中是否有威慑力 也就是说你在交某个朋友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不能跟他走得过近 因为我有男朋友在 他会介意 如果你充分考虑了他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那证明你心里有他 但现在呢 其实你已经蛮不在 因为你过分地强调 那是我的自由 同时你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我从来没有花过他的钱 当然后来修正成 没花过什么大钱 言下之意是什么 我不欠你什么 我随时可以走 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之身 你的自由之身来自于你的自由之心 随着你的交友圈 你的工作圈在不断地扩大 他已经被你这个圈子甩得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追求自己的自由 又不甘心为他去放弃掉你的权利 那索性跟他来一个明白的 这个孩子他是有优点 就是你割舍不了的 但是做人不能那么贪婪 你要了那个 就一定要放弃这个 只有舍才有德 但未见得你跟他在一起 你就会快乐 寻找一个真正让他让自己快乐的 这个方向 还要听自己内心的这种声音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都在说自由 的确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但有些女生的这种自由 我就是看不惯 不染点头发好像就不时尚 不喝点酒 好像显示不出自己有多潇洒 对吧 不跟异性保持一点暧昧 好像就彰显不出女人的魅力 是 又要说到自由 你可以染发 你可以怎样都无所谓 你是有这样的自由 但是说实在的 作为男朋友也好 作为年长于你的人也好 都希望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应该是朝气蓬勃的 不是动不动染个头发 然后化个烟熏妆 偶尔喝点酒 甚至还叼根烟 然后觉得那样的日子 好像就是青春向上的 但是就你这21岁的年纪 你想过两年你就凋谢吗 你就想枯萎吗 你既然喜欢跳舞 就保持好一个好身材 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有规律的生活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想谈 你跟他之间的问题 我只想看你如何继续 自己的生活的问题 如果你根本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和一种健康的生活节奏 你别说谈恋爱 你做人都难做 你不知道你的危险危机四伏 你的生活是没有色彩 没有充实内容的 所以先把你的日子过正常了再说 至于爱心不爱心的以后再说 哥们儿你架不住他 就现在这样的样子 你每天会被他烦死的 就是你的生活价值观 跟他不一样 你是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存两个小钱买套房子 你是想过这样的日子 他不是你想法当中的那种爱人 他不是 不是正儿八经过日子 至少现在他这样不是 知道吗 当然你也有选择你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等待 你可以等待他 华丽的蜕变 华丽的转身 那也是你的权利 只是这样的时间很漫长 你做好时间准备 姑娘记得你才21岁 现在赶紧把自己收拾得好一点 过一点阳光的生活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至于爱情吧 你的直觉是对的 为什么说前一年半没什么 而这半年突然觉得有什么了呢 他变了 什么时候变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在想 别说他了 天天把曲总这样的人 搁在酒吧里 待个一年半 是不是也得有变化呀 所以你愿意继续跟他就 你说我因为爱他 我愿意跟他一起走出来 OK 你就跟他一起走 你帮他走 你说其实已经没了 你就大大方方地走 女生要不爱的话 直接跟男生说对不起 也没有什么对不起 因为毕竟都相爱过了 我不再爱你了 我有我的生活选择 我们再见 别再拖了 好不好 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毕竟 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一样 我还是想好了 好去好散 希望你成熟点 快点长大 改变一下自己 不会的 再不会遇见第二个我 哎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 看看他们的选择 女生最后这句话说 好聚好散 说得好 希望你们都能够迎来 好的生活 充满阳光的生活 而不是暗夜 祝福你们 未来的生活 能够相对地顺利吧 我会有这种观念